今天和调我们分享一下制作主线的全过程 这是我们所需要的配件 首先先把主线穿过太空豆 太空豆在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7加2的 先穿入两颗太空豆进去 穿好以后接着把我们准备好的飘座依次的穿过去 飘座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可以选择双双背立的 因为背立的质量更好 咱们在去黑炕的时候飞鱼墙与它的锁紧度更好 不容易丢飘 穿好以后我们接着再把剩下的4个太空豆依次的穿过主线里面 因为我们在反复的这样在穿入的过程中 我们的主线已经是受过伤了 所以说在穿好以后可以把受伤的这一段直接用剪刀把它剪去 穿好4个太空豆以后可以把所有的小配件向下拉一下 接着把准备好的防炸签穿过去 防炸签因为它是散装设计的 所以说在去黑炕的时候出水速度更快 更适合我们学黑坑 接下来我们把最后一个太空豆还有我们的防炸签穿过去 穿好以后这里再打折的时候 如果说因为线短不好打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配件往下拉一拉 然后把主线对折一下 八字环可以选择竞技的子母环 在我们去拳子线的时候比较快一些 看的也会更清楚 把主线穿过去以后从下而上的这样穿过来 接着再从左手的双线圈里面穿过去 把我们的八字环从单线孔里面穿入 这个时候是一个双线双八字节 我们要把这个八字节调整一下 调整好以后把它拉到最上面去 接着在两根线同时收紧 再把多余的线用剪刀把它剪去就可以了 把防伤痘套在八字环上面 这样我们主线的一端就做好了 做好以后我们可以先量好我们所需要的长度 然后接着再绑到另一端 另一端在做的时候也是把主线先对折一下 然后把准备好的皮颈同时打成一个马蹄颈 这样两端都是双线 这个里连接的时候和我们八字环的连接方法是一样的 调整一下它的长度 然后把上面这个线圈从下面这样翻过来 再从左手的线圈里面穿过去 皮颈再从单线圈里面穿过 然后把这个八字节调整好 调整好以后一定要把它拉到最上面去 再收紧的时候两根线同时收紧 同时用力就可以了 接着再把多余的线剪去 把我们的防伤痘套再套在上面 这样呢我们一副主线就做好了 是不是特别简单 雪油的钓友们不要忘记给个双击关注 感谢支持